好,都遲了半個小時 我盡可能留在十分鐘之內講完 因為完整是給我十五分鐘 沒有,其實最主要是想聽了這麼多 都想分享自己在做IT的過程裡面 覺得如果在學校裡面行e-learning的話 其實有什麼成功之路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定不只是一個原因 我想首先如果大家要看e-learning成功的地方 你一定要看一些definition 其實什麼叫e-learning呢? 什麼叫成功呢? 正如阿璇Sir今早說 其實沒有一個指定的模特兒 每一間學校因應自己現在的步伐 自己學校老師的數字 自己學校學生的特性 其實大家定義你的終點 或者你的中間點都應該會不同 成功更加一樣 什麼叫成功呢? 是不是一間完全行e-learning的學校 表示成功呢? 一間技術學校不成功呢? 我想這些是有待大家去想 我也沒有想著在這裡跟大家講一個定義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經常都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看歸看 實際上都明白它要講什麼 或者是否看完之後就行得很好呢? 其實是未必的 所以我自己對這些的感覺沒有什麼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以前也教書 我教了二十幾段書 雖然有些人說看上去不像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醫治呢? 醫治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有電視機 所以才有ETV的出現呢? 是不是因為那些小孩 當時電視機出現了 於是那些人每個人都回去看電視 反正回去看電視 做ETV呢? 是不是因為那些小孩打機 所以於是就想一下 會不會有game-based learning呢?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太對 因為其實教育善事 和game-based learning 自己背後 是有自己一個教育的想法 只不過去利用了當時社會的情況 所以反過來講 是不是因為現在的mobile device 這麼盛行 所以我們覺得 傳統教學不行呢? 我們要覺得學生 應該要行個e-learning呢? 我覺得不是的 其實正正我們要行e-learning呢? e-learning其中一項 第一 一定不是拿來做一間學校的宣傳 我自己都做過幾間學校 我經常都這樣說 千萬不要拿過e-learning做學校的宣傳 這是一個很貴的宣傳 一個很貴的宣傳 你可以做其他東西 e-learning是一個很貴的宣傳 我會覺得其實 之所以做e-learning 其中一項就是 因為我們在教學過程裏面 我們經常發現了一些難點 有些obstacle 我們跳不過 於是我們可能在過程裏面去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去衝破這些難點呢? 例如有些什麼難點呢? 例如上課的時候 學生的參與率低 這個究竟是老師的問題 課程的問題 內容的問題 還是什麼呢? 可不可以透過一些工具的媒體去幫助他們呢? 會不會是一些實驗 或者是一些很難理解的地方 我們在以往來講 我們要教的時候 可能學生比較難掌握 於是我們透過這些device 可以令到他們掌握到呢? 甚至乎 今天有講了 譬如今早買ID 他在講學生的評估 甚至寫數 我們就說遲些會在江少祥所講的 一些personalized learning 會不會是這些 其實如果以往的課堂裡面 我們對著 即使不要講40個 對著20個學生 我們比較有難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透過e-learning去解決呢? 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有些難點呢? 我們才去行e-learning 其實 很老實講 我們真的行e-learning來講 我們覺得e-learning 或者我們叫科技 它幫到我們什麼呢? 幫到我們去 overcome一些的難點 幫到我們去保持著 現在我們的教學的優勢 甚至乎幫助我們向前進一步 所以我覺得在過程中 我們想的 不是因為那些device出現了 因為成功了 我們才去做 那大家今早都聽到 社長說 其實在過程中 我們看到 由以往我們好像 敲了 即是由e-learning consortium 甚至乎我們的會 我自己來自資訊科技教育領域會 我們敲了很多年 教育局好像 咦? 自從第三期資訊科技策略之後 一直都沒有事情發生 陳維安副局長 即是前副局長 出現了的時候 好像有點希望 誰知道到他轉工了 咦? 然後好像沒事 但是我們仍然是很堅持地 透過不同的途徑去做 我們發覺到 近來的教育局 是比較 似乎有個小 可以做到的 也都我們見到 在第四期的資訊科技策略 好像 就有點起色了 所以其實 很老實說 我們都知道了 其實第四期的資訊科技策略 現在應該是展開了的 所謂展開了 是展開了一個consultation 那麼我們的會 其實都於遊行 都會被邀請去發表一些意見 那麼在過程裏面 其實我們的會幾天前 我們都坐下了 說一說我們的會的立場 所以我們覺得 都在這裏跟大家說一說 我們覺得 如果在學校裏面 要行e-learning 即是第四期資訊科技策略的目標 我們覺得有些什麼地方 其實某程度上 你覺得跟Irving哥很相似的 不過我又覺得 我又不會視它為四隻腳 因為我覺得有大小腳 一個不是一張平的桌子 因為一個過程裏面 有些東西是重要 有些東西沒有那麼重要 我覺得幾件事 幾件事 IT的infrastructure manpower 內容 甚至是stakeholder的readiness 這些是我們覺得 我們會看的東西 那麼如果逐項去想的話 IT infrastructure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看Network 我們會看到很多 Mobile device 所以當然是Wireless 但實際上 是不是靜止Wireless 當然不是 只有Wireless 只有Wireless 不夠的 我們只有Wireless Network 我們在Wireless 當你只搞定Wireless 你去到背後 不行 你的Internet 行不行 這些我覺得 我們要處理 這個重要嗎 我們覺得重要 Device 雖然現在說的是Mobile device 但是我們仍然覺得 因為不同的學校 有不同的起步點 一些普通的電腦 來講 仍然很重要 我們的想法 就是將來可能 那個課室 學生是真的拿著Mobile device 老師都拿著Mobile device 但是課室 應該仍然都有一段時間 都要受到Computer存在 投影機 那些呢 沒錯 今天很多的產品 它可以將螢幕 直接投到學生的機場高 但是始終班房裡面 如果今天沒有 無部投影機存在的話 個個得低頭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差一點的 Visualizer 有很多科目 我們仍然未必 真的可以全部 將它放在PAD 放在Device上 這些我們覺得都需要 Printing solution 大家在這個時間 不可以離棄到子和筆這件事的話 那老師要印製一些東西 給學生的時候 如何處理呢 Servor呢 雖然說我們Cloud 但是有部份的事情 都要經學校做的 我們覺得 在接下來的過程中 這些都重要的 甚至是Back up 當你擺放在Cloud的時候 Cloud卻又Back up 但是有些東西 很confidential 或者學校的東西 你自己都要去處理 那這個系統呢 例如我們看LMS 例如我們看學校的內聯網 Admin系統 Admin系統 例如Portfolio 我們講現在的學生 個個都有自己的 Learning Target Learning Proof 那這件事 有沒有好的系統配合呢 LMS在現在的社會上高 香港的社會上高 有幾個呢 合不合用呢 甚至乎那些Management System 今天我們看到 剛才有些Vender 他們也有講一些Management System 我記得昨天我大概黃昏的時候 跟Vender去Tea的時候 我經常都講 其實Management System 是好 不過其中一件事 他真的安了老師的心 因為我們真的有時候 在我們接觸IT 跟老師說 他們說 走不走 e-learning 給你一些機器 進行房間裡 有沒有一些想法 有些老師就耍手 別搞我 千萬不要搞我 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怕學生 掉了 掉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昨天跟朋友說的時候 我也這麼說 其實老實說 如果一個教學能力高的老師 去課堂吸引的話 學生其實拿著什麼的器材 他仍然會投入這個課堂 這個Management System 其實本身來說 是真的幫你 跟學生去做一個互動 不是真的我們說的控制 但是這個System 我們今天都看到 都有用的 我們也很開心看到 在這幾年科技 真的進步得很快 這些Management System 也做得很好 也在這裡順便 趁他們兩個倒下頭 倒下頭順便推介一下 我們會在6月29日 就有個Seminar 就是講Focus 關於Managing Mobile Device 就是當你班裡邊 有二十幾三十個學生 一人拿著一機的時候 你怎樣去控制到 或者怎樣去處理到 學生的情況 我們在29日 就已經有個Seminar 其實現在正在報名 已經有五十幾個同工報名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去報名 另外 Security 保安 一些軟件的update 甚至乎你看到 現在學校裡面的軟件 已經不是逐個Box Set 賣給你的 也不是一次的Live 賣給你的 是Subscription 那些什麼EES 來近的Adobe 又說是Cloud之後 又敢賣的話 其實我們覺得 在教育局裡面 整個Funding的模式 都是要改變的 它那三十幾萬的CITG 根本就是不夠的 這些都很重要的 好了 去到人 人來說 我們不是說一般普通的教育師 而是我們說整個IT的E-learning裡面 真是在後台幫忙做事的人 例如ITC 這個名詞已經好像消失了很久了 因為教育局 officially沒有Funding support這個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看到 其實在香港裡面 成功的學校 最主要就是因為這個人做得好 今天我們看到上台上來 其他分享的講者 其實他們不約而同 都是學校裡面的ITC 我們看到香港裡面 之所以有一大部分的學校 仍然做得這麼好 因為學校裡面 有一個很明顯的存在 一個很領導性的ITC 這個我講的 不是一個管理 因為等於夏老師之前說 我們真的要靠那個ITC 在裡面跑來跑去 一般老師他忙於學校裡面的 日常的教學行政工作 他不會跟他想 怎樣去改善他的教學法 尤其是向這個方面的話 那麼ITC這個東西很重要 我們覺得應該是要 就是將這個位 能夠將它明顯化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TSS 雖然我們知道教育局 經常都說就是 不如將那些服務外判 是吧 一間公司可能 三個的TSS給你服務六間學校 我跟阿謝Sir也說 我不介意你用什麼形式的TSS 我自己請你給我 我最主要的就是 五分鐘之內 你一定要有人到我的班房 是吧 如果一個老師告訴你 我不懂 我開部機有問題的話 我是不是五分鐘而已 你要做 阿謝Sir今早就說 是 沒錯 其實我們會之前 是分享了一個叫IT Help System 如果你是我們會的會員 然後你回到會員的網站 那個System的Source Code 你可以去下載 我們之前做過的Workshop 最主要就是拿來做一些 IT的Support的Record 以及Support的Call Help 我們發覺 有些的 沒錯 有些老師 可能是做極不懂的 差不多都是他的 差不多都是他的 滑步機開不了螢幕 原來他忘記了 按個Switch 這些都是他的 但是是不是代表你 如果我們學校裏面 可以把這個TSS的角色 將去remote 我們覺得不是的 我經常說 我不介意請個八九千元的 一個中六畢業生 但是最主要就是 五分鐘之內 第一時間跟我做班房 解決些Level 1的問題 但是 現在這些人很難請的 我從2012年 即今學年的九月到現在 我已經幫七間學校 找個TSS 包括我自己那間 不肯定我自己也做了 因為我的TSS 都回去幫他爬手 找個過程裏面其實 比較困難的 為什麼呢 外面市道好 我同意是可能 要想一想個模式 但是其實是否因為 那個TSS 沒有career pathway 他沒有career pathway 怎麼會留呢 我們覺得ITC不夠的 是不是課程裏面的intrust 都需要下水去幫忙呢 而內容 內容來說 我想很多的出版商都有做 究竟就是他的subject experience 他出版商和你寫這些人 他自己本身有沒有教學經驗呢 他是否真的想到 在一個班房裏面教學的流程呢 如果純粹的content是不夠的 當然啦 content provider 自己本身的involvement 剛才有講 copyright CC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Ego issue 最後我們看的 當然是stakeholder 而stakeholder 最重要最重要的那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誰 就是一個老師 Leadership不是不重要 但是其實Leadership 永遠只能夠 落到一個要求 落到他的希望 落到他的盼望 但落到他 你不可能永遠陪老師 入到班房裏面 那個老師自己 沒有心下水的話 其實你怎麼做都沒用 所以我覺得 教師培訓很重要 其實我們看到在第一期 資託科技策略之所以 這麼成功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因為教師培訓 當時是做了一個很intensive 的教師培訓 不單止令到老師的技術能力提升了 而是令到當時的氣氛 各個老師覺得 這是一個趨勢來的 我不做的話 是不行的 將來教育就要IT in act 但是E-learning其實做了這麼久 有沒有一個很intensive的教師培訓呢 為什麼你們看到這麼多老師 好像又不是很想做 又不是很想做 因為那個勢其實 推不出來 我覺得如果接下來要做的話 教師培訓很重要的地方 老師的經驗 我們看到現在很開心 很多經驗的分享 教師的工作量 曾經試過有人問我 那你學校行 有沒有行E-learning 我的答案就是 看你怎麼定義 但是我一定去不了夏sir 或者朱sir的那個level 因為那個work load 有些東西不是我們去控制 我覺得老師的工作 一定要首先減低了 老師的專業 教學法 這些我們覺得 都是要去 在老師方面處理 如果每一件事要講的話 其實真的要講 另外當然 學生 學生的ICT literacy 你看到我們會議 另一件事是爭取 初中小學的電腦科科 課程也應該有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在香港來講 現在的電腦 學生的資訊科的水平 或者電腦的興趣 或者ID的情況 是越來越差的 其實我們也有開始爭取 希望在電腦科來說 那個角色比較重要 不過我們就不夠中市科技 我們還在爭取的時候 我們在同工廠 突然間人家說要變成必修科 我們都不敢說IP literacy 要變成必修科 這個額外齊外壞 但我們學生的這方面是需要的 學家長 家長的mindset 這幾年好了 以前來講 bring your own device 家長第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要我帶 不見了那怎麼辦 課堂上居有多久 多少會用 家長的mindset是要轉的 家長的involvement 是一個support 還是一個抗拒呢 現在的家長是有某程度上 好就好 不要說很難搞的 大家知道 我們也聽過 連去大學interview 家長都要陪伴他 已經不是去到 講講講公開示的家長在外面 等你帶你去市場 而去大學interview的時候 家長都會陪伴他去in 之前我們曾經說過 在過程裏面 如果我們真的要e-learning 行得好的話 其實不單是一個parties 是很多個parties involvement 而且這個關係呢 很老實講 真是錯綜複雜的 你說政府是否應該要 支援school management呢 給多些資源 老家長呢 教師呢 你用到關係 其實每一樣東西 我們考慮得很清楚 這也是我們期望 在Idee and Education 第四個資訊科技策略裡面 政府應該要考慮得 周道之 是很多的關係 大家一定要互相想得清楚一點 總結來說 如果你說我 叫做key to success 我的conclusion就是 我會覺得 你交給老師做個領導 他們去講回他們的需要 政府和學校的管理層 其實最主要就是提供 提供他們的need 我們叫做satisfied的need 他有什麼需要盡量幫忙 release了他的law OK 而其他vendor 好像我們專業團體 一些我們叫educational institute 家長 是給他們support 那當然 其實最終來說 我們希望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就是benefit 我們的students 我們希望所有的parties 其實的情況就是 由老師主導 因為教育都這麼多年了 都不可能有一樣東西能夠取代老師的位置 我們所謂的student centric 不是說學生你想學什麼就學什麼 不是學生你想怎樣就怎樣 而是說老子當你教學的時候 你是 全部都是為你的學生 我今天要分享一下 多謝Albert 多謝 我想是一個好的總結 就是 我想有不同的技術 不同的可能性 不同的系統各方面的東西 那關鍵其實就是 就是中間的關係 如何令到那樣東西 work OK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就 多謝大家 就 對 都坐了這麼晚 那就 介紹幾件事 一個就是 剛才那本 Creative Common 那個 我覺得那個是很interesting的idea 尤其是在學校這樣做 教導大家 如何去respect大家 以及自己如何去創作過程當中 那這個都是一個很基本的教育 所以這個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書仔在門口 大家可以去拿 另外就是 請大家填一填那個 那個feedback form 然後可以放在門口 好 今天基本上差不多 多謝大家